叶罗莉冰莲花,黎辉烫头发,白光影和秦公主头顶面条,这待遇真不公。 叶罗莉动画的剧情非常精彩,叶罗莉剧中的角色也非常好看。 作为一部三地魔幻动画,叶罗莉中的角色都有一种魔幻的色彩。 没办法,谁叫叶罗莉剧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叶罗莉新字呢? 正因为如此,所以每次有新角色出现的粉丝,粉丝都会很喜欢,也很喜欢讨论新角色的造型。 实际上,叶罗莉并非精英动漫的唯一一部作品,但是它却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。 因此,早期的角色建模也很一般,就角色的模型来说黎辉烫头发,白光影和秦公主头顶面条,这待遇真不公呀。 关于黎辉这个角色,相信追剧的小伙伴都知道它。 黎辉也是很多粉丝口中的笑辉辉,笑辉辉虽说是一个个反派角色,但是喜欢这个角色的粉丝也不少。 这也符合叶罗莉的口味,无论是正派角色还是反派角色,都有很多粉丝喜欢。 一开始的时候,黎辉显显得很神秘。 就黎辉的人设来说,她也是一个高傲的仙子,自认为自己比人类高贵得多。 不过黎辉的头发也是很有意思,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很特别,手机放大图片。 没错,原来黎辉的头发还是烫了一下的,这完美的波斯烫让人羡慕不已。 话说回来,你一个大男人还烫了一个波斯烫,不愧是高贵的仙子。 怎么看都觉得很酷炫的样子,比一些女性角色都暧昧一样。 这样对比来看,就不得不说一下剧中的美女角色。 比如上图画面中的白光明,白光明的造型非常多,但是最原始的样子就是光显子形态。 这个形态也是被不少粉丝调侃过,主要是白光明的发型就是典型的面条发型,一股一股的面条,而且还是那种下面的时候缠绕在一起的面条。 由于白光明是早期的角色,出现这个造型似乎也没什么奇怪。 然而,事实证明,这种所谓的面条发型在叶罗莉动画中还比较流行。 比如,即将在第九季剧中出场的秦公主也是这个发型,头顶面条的样子看起来蛮可爱。 秦公主可是一个新角色,按理来说,这样的角色建模已经和以往不一样才对,这面条发型肯定是故意的。 当然,依神秘人身份出现的时候,我们看不清秦公主的真实样貌。 不过,这粉红色的苗条头发还是暴露了。 没错,在叶罗莉凡外剧《冰莲花》的剧情故事中,秦公主提前上线了。 活泼的性格还是蛮讨人喜欢的,相信在第九季剧中正式出场之后,秦公主也不会让我们失望。 就发型来说,这待遇真是不公呀。 离灰的待遇也算不错了,至于秦公主和光仙子,可能的情况下,真希望她们可以换一个发型,偷笑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